80岁的胖奶奶每天都要喝一杯自制双叶茶 她告诉我只要一针一赛就能制作出来 方法非常简单 她说这样做出来的双叶茶 银两保留的全 而且非常好喝 那今天我们就按她的方法制作一下双叶茶 希望也能帮到要学习的你 首先我们采摘相对较老的双叶 颜色发青的 夏天的话基本上第五叶开始采摘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双叶采摘下来之后 相对来说比较脏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洗干净 不要晃过每一张双叶 这是洗干净的双叶 看上去要比刚采下来干净了许多 颜色发亮 接下来千万不要直接上锅针 我们一定要把它晾干了 这跟我们平常烧鱼一样 把水分晾干了再做鱼 这样子的鱼烧出来才更加鲜美 把双叶剪成一条一条的 双叶梗我们不要 这是剪好的双叶 双叶与双叶之间尽量不要让它重叠在一起 我们把剪下来比较大的双叶 用手拿起来重新撕一下 尽量保持双叶条形的准整 这样有利于后期的操作 这是摊量一个小时之后的状态 双叶叶边有点微微的卷曲 这个状态的双叶我们就可以收集起来 准备上锅针 倒入凉水之后 必须把水烧沸腾了 我们再放双叶 在沸腾的开水当中 我们只要蒸两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 双叶直接发烫 就说明双叶已经完全被杀透 这时我们需要快速的倒出双叶 让它最快的时间内凉透 如果双叶太多的话 我们可以用电风扇把它吹凉 用手触摸双叶完全凉透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揉捻 揉捻的时候相对来说 轻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双叶相对来说比较老 揉捻时间不宜过长 揉捻大约两分钟左右 我们只要稍微破坏一下 双叶的细胞壁就可以了 以双叶的枝叶完全覆盖表面为止 双叶颜色看上去有点发青的感觉 把揉捻好的双叶完全打散 均匀的铺在塞子上面 就可以进行太阳底下暴晒了 现在这个双叶晒了大概有三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已经干透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双叶的表皮已经是发白了 就起这个白双了 起这个白双说明是干透了 可以我们就现在拿来泡一杯 喝下口感怎么样 然后把剩下的双叶茶 我们可以拿个瓶子把它装起来 这是冲泡完一分钟之后的汤色 汤色显嫩绿透亮非常迷人 在家喝双叶茶的朋友们 可以一分钟之后把汤倒出来喝 这样子口感更佳 因为泡的时间太长了 双叶茶会变得很浓很浓 现在我们品一下 有一种糯糯甜甜的感觉 奋滑感也有啊 还有一种就是说 一种双润的那种果香味 也在里面 冲起来说的话口感很好 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一摘一蒸一晒的方式 营养程度的话 这种方式是保留式 最为完整的 而且连这样做起来 口感方面也相对来说 啤效 喝起来比较舒服 就是说 我是小道 喜欢研究茶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 谢谢 今天事情就到这里 再见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